紫禁城和故宫有什么区别? 紫禁城和故宫没有区别,都是指北京故宫,只是一个地方的不同称谓而已。 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,位于北京中轴县的中心, 以三大殿为中心,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,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, 有大小宫殿70多座,房屋9000余间。 北京故宫于永乐四年开始建设,以南京故宫为蓝本,到永乐十八年建成。 崇祯十七年,李自成领军攻陷北京,但很快被清军在山海关击败, 撤退前焚毁了紫禁城,而后清军进入北京接管紫禁城。 清氏祖顺治帝开始命人修复故宫,至康熙三十四年基本完工。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,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, 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